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昨天考新思加盟勇士 确实又让人震撼了一把 考新思又把交易推向另一个高潮 在经过前两天的狂风暴雨后 今天的交易市场可以说是显得格外安静 在今天雷霆完成了为数不多的一笔签约 在最近的签约市场上 雷霆也可以说是下了血本 保罗乔治已经与雷霆达成了四年1.37亿的签约 在随后 雷霆也是与自由球员诺埃尔完成了签约 而在更早的时候 三巨头之一的安东尼也宣布执行自己的球员选项 而在今天雷霆也是完成了自己的第三笔签约 后卫菲尔顿一年合同回归雷霆 在05年的选秀大会上 他在第五顺位被山猫队选中 随后曾先后效力于尼克斯 绝金 开拓者 肖牛 快船和雷霆等多支球队 在上个赛季菲尔顿没有缺席一场常规赛 场均16.6分钟 可以贡献6.9分 1.9篮板 2.5助攻 签约菲尔顿将让雷霆新赛季的球员薪水和奢侈税总额超过3亿美元 而现在对于雷霆来说 最大的问题是将要缴纳1.5亿美元的奢侈税 雷霆也是创造了NBA历史记录 这将会成为NBA历史上最大的奢侈税账单 这也就意味着 雷霆在这个休赛期的影员工作也已经基本结束 除非球队有交易 或者买断安东尼的大合同 也有球迷调侃道 雷霆太土豪